Hi My name is Clay 今天來到我整理素顏室房間的第七集 那我們今天要來整理身後這裡的櫃子 超多東西 那我們先來看看我們原本長怎麼樣子 那上面我們就是放一大堆的標準罩啊 一些奇怪的布啊 盒子之類的 那這一層呢 就是有各種超多的小配件 像是有遙控器啊 然後有什麼兔龍雲台 什麼快拆什麼螺絲之類 都在這裡 然後有一些腳架 支架類的 跟一些什麼布袋啊 裝燈的東西 反正這一個櫃子裡面 就是放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攝影器材 那一樣我們整理房間的最終目標 是為了要列出器材單 這樣子別人要跟我出攝影器材的時候 才知道我到底有什麼 而不會我什麼都說不出來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整理房間囉 OK 那我們把這個櫃子裡面所有的東西全部清出來 然後我們來看看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大堆的傳輸線 這邊就是可以傳資料的線都在這裡 不管是HDMI Mini HDMI Micro HDMI 什麼VGA 音源線 什麼奇怪的USB 什麼3.5音源線 還有大頭的音源線 音源線轉接頭 什麼 反正超多 奇怪的傳輸線 也就是各種傳輸線都有啦 那這裡呢 全部都是充電器的部分 就是有影像穩定器的充電器啊 電池充電器 閃光燈充電器 燈的充電器 什麼鋼琴的充電器都有 反正所有的充電器都在這邊 那我們這邊有一些收納袋子 我覺得還蠻值得紀念的 像是我喜歡的品牌啊 這裡有一個DAVINCI RESOLVE MICRO PANEL 有一個鍵盤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超多槍的部分 那這邊呢 有一大堆的收納袋 就是鏡頭收納袋 閃光燈收納袋 小配件的收納袋都有 都在這邊 那後面就是我們的 EZREG MINIMAX 還有一個像是STEDICAM的機械影像穩定器背心 那這邊呢 全部都是一些工具啊 有那種一字的超小棋子 還有十字棋子 還有一些奇怪特殊的六角板手 一大多六角板手都在這邊 那接下來最那邊就是 Ronan的影像穩定器的配件 那其實已經沒有辦法用了 因為我最上面那個傑作消失不見 就那個提拔的部分不見 所以那些兩根把鎖跟那個支架完全沒有用 我應該有空就把它扔掉 或者是有人要就跟我認零 不然我就要把它丟掉 那那裡有幾個標準罩 然後有我的新鞋子都還沒有穿 還在盔子裡面 然後我們的大黑布 目前就這樣子 那我們身後這邊還有四層的盔子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裡面的東西更多更多 待會又可以把整個地板填滿 我們先把現在目前的地板東西 再放回櫃子裡 那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 OK 清空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整理這四層櫃子吧 OK 那我們這四層櫃子裡面的東西 全部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這一區都是燈光區 就是有一些柔光片啊 柔光罩 還有柔光的東西 還有控光的東西 那這一區都是收音區 就是有一些兔毛啊 防風罩之類的 然後有幾根腳架 有一些更多的配件 那這一區都是布料啊 背帶區 像是有相機背帶啊 背包的背帶啊 還有一些小小的收納袋 布料的東西都在這一區 那我們攝影配件真的太多了 那我把它硬分成兩區 就是一區是比較偏塑膠類型的區 那那一邊就是比較偏金屬類型 像是兔龍啊 夾具啊 小小的金屬的棒子啊 快拆板 快拆座 夾座 管子 就是導管之類的 全部都在那邊 那這邊就是塑膠 大部分都是GoPro用的配件啊 就是一些 GoPro的鎖啊 然後GoPro支架 還有手機支架之類的 那這一區全部都是螺絲 各種不同的螺絲 就各種的工具上面有各種不同大小 不同尺寸 不同長度的螺絲 各種品牌的螺絲 全部都在這邊 反正有螺絲 就來這邊就對了 這邊還有各種的遙控器 然後身後這邊 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分類的東西 我就放這邊 這裡還有幾個就是 收納袋啊 收納小小袋子 我都放在這一邊 OK 好 那我們就想辦法 把它們全部再塞回去吧 OK那我們就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的櫃子長怎麼樣子 那我們上面就放了一個Easy Rig 然後後面是放RONIN的框框 還有一個機械的穩定器 反正上面就是穩定器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Micro Panel 就放在櫃子的最上面 這裡有一大堆的白布跟黑布 那我櫃子最上面這裡是放比較輕的 像是兔毛啊 然後一些布的東西 我就放在上面 就比較輕的東西嘛 那這裡一層是燈光器材 就是柔光木 礦光木 蜂巢之類的 那這一層呢 就是比較塑膠的配件 像是有GoPro的配件啊 一大堆GoPro的配件 還有我們的螺絲的部分 那下面這一層就是各種腳架 平板架 支架之類的 那這一層就是各種金屬架子 像是有什麼提拔 兔龍 快拆之類的 都在這邊 那我們第一層的大抽屜 我們分成三大類 這裡是傳輸線的部分 就是有各種傳輸線都在這邊 那這邊是訊號畫面的 就是有HDMI線 VGA線 有畫面的東西都在這邊 那這邊單純就是充電線 各種充電線跟變壓器都在這邊 那這一個角落呢 就是各種工具啊 還有一個三用電表 下一層就是各種槍 各種子彈 還有各種的收納袋 那最下面這一層就是兩雙鞋 還有一些不常用到的 包容卡口的工具 好 就這樣吧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整理 攝影師房間第七集 那你看我這樣講話 好像小小聲了 是因為現在已經是半夜的 我有怕吵到別人 所以我們只好 講話像這樣子 那我們後面 剛剛整理的東西 忘記獵器彩蛋 那我想說 我就自己在早時間獵器彩蛋 反正我們已經整理乾淨了 應該利器彩蛋很輕鬆 OK 那 那我們就去睡覺吧 因為半夜了